這個用指點運動的獨立性可以很快就做出來 基底十五真的是很難的平穩 我們看喔 智力斜角Alpha 這斜角是Alpha 不過這個是一個深刻的平穩 它說以斜面穿四大腳 很深刻的平穩 很深刻啦 我選它的話不是因為它很難 所以我才選它 是因為對你澄清那個觀念有幫助的 我才選它 好 當起弱置斜面時 它說恰垂直斜面 弱置斜面 恰垂直斜面 這是九十度 摺西大音尾多少 它問這個角度音尾多少 那這個的話 這個我們用什麼方法做會很好說呢 用指點運動獨立性 我就把什麼呢 把所有的什麼呢 所有的不一樣 都把它分解在什麼呢 分解在斜面 跟垂直斜面方向的分量 那這個方向我叫X 這個方向叫Y 我把它分解在 平積與垂直斜面上的分量 好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現在 這個焦度 焦度就是D 這焦度等於D就好 那D的話 我現在要把它分解 D的話分解在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X方向 那X方向是 是互等 往這邊嗎 是G的話呢 cos這個角度嘛 這個角度叫這個角度準數 對不對 那這兩個加點準數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所以這個角度是alpha 這角度是alpha 因為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對吧 所以呢 這個加速度的 那個X方向的分加速度 是等於 Z sin alpha 所以是 所以是 Hu的Z sin alpha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這個X分量 那Y分量的話也是 Hu的 是等於Z cos alpha Hu的Z cos alpha 這樣不行 那不行吧 就我把它加速度嘛 分解在X跟Y方向 好 然後呢 它 初速 初速的話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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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0的話 在X方向的樣 就是v0 cos x方向 x方向是v0 cos x方向是v0 cos 對不對 那 Y方向的v0 v0 sai 現在我定Y是這個方向 x這個方向 x這個方向 這跟那個 那個 就是斜面上面 然後東西往下掉 那個取得是一樣的嗎 是一樣的啊 就是說 就是說 你看你坐標怎麼那個 現在你這把看成地面嘛 對 就是看成天空嘛 只是說現在這個地面這個方向它有加速度而已 我們平常地面這個方向沒有加速度 是不是 對吧 好 然後我現在利用了指點運動的獨立性嘛 這個指點在X方向是等加速度運動嘛 在Y方向也是等加速度運動啊 是不是 沒有問題吧 這樣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看看X方向的 X方向的話呢 它掉到呢 掉到X平面上的話 它的速度等於0 就是磨速等於0 對吧 磨速我就用了什麼 用v等於at加v0 這個公式啦 我剛剛看反而知道了 知道了 用這個公式來解它 現在用這個公式來解它 是不是v0 它就會到 那邊 這是v0X嘛 這是v0Y嘛 這是v0在這裡嘛 那我分解在X方向 不是v0可散系單嗎 分解在Y方向是v0散系單 分解在Y方向是v0散系單 V0Y嘛 對 一樣 這件事是V0X啊 這個是V0X嗎 D1 D1 G4 D2 D2 D3 D2 D3 D3 D2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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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初術的方向跟斜面夾系打 然後就是那個B0分解成 B0克薩蒂塔跟B0薩蒂塔那個我聽不懂 怎麼我聽不懂 你就是把 這個是直角啊 你就把太陽光往這個斜面上面照啊 往斜面上面照 它在斜面上的影子嘛 就速度在斜面上影子 不是就是 這是斜面法 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不是嗎 那斜邊嘛 斜邊乘以可塞希打不就是 X方向的影子嗎 這就叫那個 還是我那個三角形要從斜面三角形來跟你講 是不是那個 就它不然冒出一個阿拔跟 對啊 這個斜面三角形不是這樣講的嗎 這是對邊 這是斜邊 這是對邊嘛 沒有 這斜邊 這對邊 這零邊嘛 現在只是說這裡把它帶成是V0嘛 這是V0 V0X嘛 那現在不是就是說那個Cosin希打 不就是V0X 所以 V0 又是斜邊嘛 又是構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啊 這也是構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啊 就是你現在就不要看阿拔了啦 因為我後來 後來那個 就斜面上那個 我之前 之前會 就是這個 這個 之前會發現 這個 就是 這個東西阿 正向應該在這邊嗎 然後 其他那個MG在這邊嗎 對啊 然後這邊是MG-Sign 然後這邊是MG-Cosin 對啊 但是我記得是 這邊你剔它會幫我那邊剔它嗎 對啊 其實我自己打過一次 那後來 那後來 我想每次我把它打完 那我就吐血了 然後我就突然間就把它記起來 這邊是Sign 這邊是Cosin 然後這邊是Cosin 對啊 然後對 後來就是有一個阿拔跟D 然後就 現在問題是 你現在因為 因為這個 跟這個是不同形態的嘛 就是你現在的話 你現在的話 就是你把這個形態記住以後的話 你畫了不同形態 你不能用原來的形態 把它給套進來 你這是靠記憶的嘛 那現在的話 好 我每次都還要在這邊想遇它 但是問題的話 你遇到不同的題目的話 你不能套原來的公司啊 對啊 你遇到不同的情形 你怎麼可以套原來的公司 那老師那你那個阿法可以要講一次嗎 阿法可以要講一次嗎 阿法就是說 這是斜面嘛 阿法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斜面的 它的什麼 它的傾斜角 阿法這個斜面的傾斜角 阿斜角呢什麼 是那個速度呢 跟這個斜面的傾斜 就這樣而已啊 老師那個A等於那個 對啊 A的話就是那個加速度嘛 這個指點喔 它上拋的時候 它受到交互度是往下 現在是交互度往這邊嘛 那交互度往這邊 我現在要把所有的物理量呢 把它分解在斜面方向 跟那個垂直斜面的方向 分量 對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怎麼分解成-G-Sine 阿法跟-G-Sine 怎麼那個 因為這個方向啊 你的話你這個項量就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這個項量加這個項量不是嗎 這樣就是一個分解嘛 這兩個是夾角是夾角度嘛 對 好 那現在問題是這個等到 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直角三角形不是嗎 是 那這個的話就是等於這個斜邊嘛 斜邊現在是G嘛 G-Sine-Alpha呢 就是這個啊 這個就是G-Sine-Alpha 就很像當初那個斜面 那個物體往下掉那個時候的 對啊 那我們的分解方法都是一樣的啦 那個分解方法全部是一樣的啊 對啊 只是說我們當初在講的時候 我們是把X是定這個方向嘛 Y是定這個方向啊 那現在X我們換個方向了嘛 那分解方法都一樣的啦 五位酸不一樣啊 對不對 好 現在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齁 那我現在來看看齁 那我現在用直點移動的獨立性嘛 他在X方向是等加速度運動嘛 就是在這個方向等加速度運動嘛 這這個方向也是等加速度運動啊 是不是 好 那我現在要用那個V等AZ加V0 首先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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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來看看呢 他這個 X方向的 X方向他打到這一點的時候的話 他說垂直斜面嘛 代表呢 他的莫數啊 這也是初速嘛 這也是莫數嘛 這也是莫數嘛 他莫數的X分量等於0 對不對 這之前打到鞋面上的時候 他莫數啊 打到鞋面上那個時候的速度 我們叫莫數 他莫數的X分量等於0 也就是說 5X 這個等於0 他會等於多少呢 AT加上什麼 AXT嘛 加上0X 對不對 對不對 那AX是什麼 AX就是這個啊 這等於負肌呢 3α 對不對 沒有 好 那V2X的話 V2X在這裡啊 這是V0的 cos 對不對 那就等於負的 負肌3αT加V0 他就立一個方向次 然後再我們看Y方向 Y方向的話 它初速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是等於那個V0三四 不過它掉下來的時候 它是掉到同一個高度上面 你幫他看的是直線上的 它上去的速度 跟它掉下來同一個 同一個那個平面的速度要一樣 只是方向相反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它上去的速度是V0三四 那下來速度 下來速度 因為它 它是什麼 同一個 同一個那個 就是X位置 對吧 應該是同一個Y位置 同一個Y位置 所以上去的速度V0三四 所以下來速度等於 負的V0三四 所以莫數是等到 這是VY嘛 這是莫數 負的V0三四 那Au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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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這個 負的 Fu T Cos Au 這等於戶肌cos 是不是 v0y等到什麼 v0y等到什麼 v0y等到V0三星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 就可以把這個 t 給白一邊 然後沒有t 給白一邊 這個我把它移過去 g3αt 等於多少呢 等於v0cos 對不對 另外這個的話 我把t移過去 把沒有t的移過來 t移過去的話 是gcosαt 等於多少呢 v0三星大移過來 就加v0三星大 這樣子 沒問題吧 沒有 那沒有問題的話 他現在要求那個sitta 求那個什麼 求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 他現在求sitta多少 sitta是未知的 那alpha是已知的 他說 他說 他要以什麼樣的角度 射上去的時候 掉下來 他才會垂直 好 那我就把他給一除 一除的話 他這裡是用quattangent的 好不好 把一除 一除的話就是quattangent alpha 是不是 コサイオーア出於quattangent sitta 只要2一過去嘛 就是quattangent e sitta 是等於2b3b3b這樣 所以sitta是等於到a 我們取環三小函數 quattangent e 2b3b 好吧 這樣子 合體 這一題的話應該是不會考 連卡一定不會考 只是說讓你有個很好的深刻印象 直點運動的獨立性不是很鋪淺的東西 這個我們就是用直點運動的獨立性去做的 就是真的把它看著是兩個直線運動的問題在做 對吧 是真的這樣看 所以的話 我們平面運動雖然很複雜 但是你一樣能夠把它看穿說它事實上是兩個直線運動的問題 兩個直線運動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等於要做運動的話 那也等於就是你只要會什麼 會那個第一章的直線運動 就會啦 是不是 嗯 謝謝 有沒有 清快